中国好声音2021的推出让人感叹 十年过去了好声音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 从这档节目开始以来捧出了很多优秀的歌手 关注这档节目的网友们应该都知道 这档节目中有一位导师跟好声音合作了十年 他就是冠军导师那英 因为前前后后带出了几个冠军 所以有许多选手也是慕名而来 选择投入那英的战队 众所周知那英是华语乐坛的一姐影响力很大 更是我们国内少有的天后级人物 他开过无数场演唱会 在音乐方面的造诣很高 拿下很多大奖 多年登上春晚的舞台 是娱乐圈属一属二的大万级人物 虽然那英作为导师的能力被外界所认可 但是从他给观众的印象来看 他的负面评价比好评简直是多如牛毛 因为那英是娱乐圈中出了名的暴脾气 是一个直场子 说话从不管外抹角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还不停地去跟人解释 我不是这样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别人都说他演的 就会误解我 别解释别 但是其实这就是你可爱的地方 会有很多人觉得 我这种就是好像就是 就是那种气势压人或者是欺负别人 有些时候在这个行业里头 就是言多必失 有的时候口误 就我能存活到今天其实挺不容易的 喜欢他的人说这是好爽大气 不喜欢他的人会说这是没素质情商低 尤其是批评刀狼的言论 更是引得众人愤慨 让那英败光了不少的粉丝好感 听到刀狼这个名字呢 可能很多00号都不熟悉 因为他早就退出了娱乐圈 但相信8090号一定有听过 刀狼的歌当年有多火 不管走到哪里 放的都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 或者是披着羊皮的狼等等 这些歌在当年也都是KTV必点曲目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火遍全国的歌手 却遭到那英的冷眼对待 说他的歌太妥 只有农民才听他的歌 还放话称 如果刀狼上春晚的话 他就砸电视 这句话不仅得罪了当红的刀狼 更是得罪了广大网友 后来刀狼退出了娱乐圈 那英呢也因为这样的发言 遭到了观众的反感 被网友喷得体无完肤 尽管如此 那英也没有公开道歉过 为人处事依旧我心我素 后来那英影视圈的艺人也不放过 曾经公开吐槽赵丽颖是小妖精 赵丽颖很早就说过 自己是刀狼的小迷妹 所以当年刀狼的酒吧开业 赵丽颖亲自为偶像站台 却不想因此无辜的被那英遣诺 还无缘无故被骂 相信不少人遇到被人 身后说坏话的时候 都会恼羞承诺 甚至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回怼 但是赵丽颖呢并没有 她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 并没有生气 而是回复道 我就是个魔人的小妖精 尹保章的回答 既没有和那英硬刚 又很好地维护了自己的形象 把两人的矛盾 用调皮的语气给化解掉 尽显高情商 同时呢也展现出了 赵丽颖的低调 以及那英的目中无人 相比较 尹保的这句话 是对那英最有利的回击 让其颜面扫地 由此可见高情商 对于一个人真的太重要了 虽然赵丽颖是农村出身 但是她凭借着自己的实力 摸爬滚打 从跑龙套走到如今 一些女性的位置 可想而知 她付出了多少努力 不管是演技还是人品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赵丽颖虽然被很多人 戏称为赵小刀 但她也是一个高情商的人 她的毒蛇大多时候 都带给别人欢声笑语 而不是伤心 要不然也不会这么红 好了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